的时候送的 大牛 沈大牛他是我的叔叔 他是我的叔叔 我以前也不知道 后面是我妈妈说的 因为我也没见过他 第一次到你家来叫你开播那个 谁呀 谁第一次来我家开播 大牛不也是你们俩身网红吗 他不是网红吧 他就也是也是就是呃就是那个 我之前知道吗 我之前呃怎么说 怎么算才算是网红 他的话就是也是怎么就是记录 他就是记录生活 我他也是我们马编的 然后我当时我也看到过他 就是一个叫神大牛的 你们应该也有叔叔和阿姨知道他 有可能会不知道 有没有人知道的家人们 有知道的吗 有知道打个有 我之前我是真的不认识他 嗯然后呢他也就就是经常记录自己的生活 就是去呃发视频呀这些 然后也在直播 但是他不是在这里直播 他不是在这里直播 应该就是很多人不知道 然后嗯 然后那个时候我刷到他我都不认识他 是富哥那个时候 富哥他就是嗯也是他的粉丝 富哥认识他 然后富哥呢也去呃没有他你活不了 什么没有他你活不了谁呀大牛吗 沈大牛是我叔叔什么没有他你活不了 然后你每个人都是每个人知道吗 不是说这个人那个人 没有谁一定要绑在任何人的身上 这个都是缘分的问题啊 任何关系都是靠缘分的 嗯然后呃沈大牛他是在另一个 不是在这个地方直播 嗯他呢就是我当时认识他是一位富哥 我认识大牛是一位富哥 然后呃为什么呢因为富哥有关注他 富哥有关注他嗯他认识 就是富哥也是他的粉丝 富哥也是他的粉丝 然后就是呃是这样的 就是我见过他的第一次是在彩茶节 我们当时我们县城的一个彩茶节 嗯县城的一个彩茶节 那个就是一个宣传那个地方 他们邀请我们去那里呃就是就是参加那个彩茶节 他也去了然后他也去了 然后我们两个就在那里见 见过第一次面 见过第一次面以后 我在那个就是嗯 带我妈妈在医院的时候 他在直播 他在直播然后而且他那个时候是在成都 然后他去成都具体的我也不知道他去成都干嘛 反正富哥那时候也在呃在那个就是喝茶那个地方 然后嗯他我在看他们直播我妈妈也在旁边 我妈妈在旁边我妈妈就说他说你们两个什么时候认识的 我说我不认识他是呃富哥他们认识 然后我妈妈给我说他是我的叔叔 说说是一个叔叔 我说怎么可能 他说他说他说他的辈分就是你一个叔叔 然后我说怎么来的叔叔我妈妈说是他的姑姑 我妈妈的亲姑姑嫁给了他的呃就是大牛的那个就是大牛的叔叔 对我妈妈的姑姑嫁给大牛的叔叔 所以我妈妈跟大牛他们是表姐弟的关系 表姐弟的关系这样子的 木财产老板谁是木财产老板 你妈妈不是不同意你们俩相处吗 谁呀我跟富哥嘛 我跟富哥他不是不同意 他是怕拖累富哥 嗯 妈妈同意吗 没有去找我妈妈 本来说今天去的 然后但是今天富哥呃有事 而且我今天也要上班 所以就没有去 所以就没有去 然后我现在现在马上就是呃 咱们去看看富哥 去不了手机带不上去 直播肯定不行 因为人家在谈生意 我拿个手机在那里直播不好 就是你爸舅的那个同事的儿子 他是一个过客家人们 那个人早就早就那个了 就是他来了以后他来我家拜年拜完年以后 我们家该还他的钱还了 还了以后他就回去了 我们就没有再来往了 我们就没有再来往了 而且他一直都有对象 然后呃也结婚了家人们 也结婚了 你现在是在和富哥谈恋爱吗 算吧 算是 我这样来回答你吧 算是吧 对不对家人们 但是的话也没有说 没有具体的他直接来就是确定 我们两个在一起啊什么的 也没有这样子来确定 只是说他对我好 我对他好 而且我喜欢看到他 他喜欢看到我 然后我们也没有说确定在一起啊什么的 嗯 对那个是金智他班上同志的孩子和金智没有什么关系的 对他是跟我没有什么关系的 而且那个你们所能知道的那个人他什么 呃就是就是就是文哥嘛 你们说的是文哥吧 我那个时候我只是我只认识他两三天 两三天他来我家拜年 然后呃就是我们家不之前不是欠他家钱吗 把钱还了 然后后来他就回去了 回去了我们就没有来往了 不是说钱不还吗 后面还了 他走的时候呃就是富哥帮我还给他了 因为他马上他在凑彩礼嘛 他们家他跟他的对象马上结婚了 所以就在凑彩礼嘛 然后呃富哥就帮我把这个钱还给他了 我现在就努力挣钱去还给富哥 这样 我努力挣钱去还给富哥 我欠富哥的钱了现在 我而且我去年我就欠了富哥五万多块钱 然后你都还没有还 真的祝福你们谢谢谢谢 谢谢你们的祝福 感谢你们的祝福 嗯 谢谢点赞 就是上次就是在 他们就是那个时候 什么时候订婚 还喊了我爸爸来着 还给我爸爸打了电话的 就是文哥的文哥的那个爸爸 说他儿子订婚了 然后给我爸爸打了电话 说有时间的话就过去玩 都都都说都给我爸爸打了电话 这样的 富哥的钱不用还 不行 怎么可能不用还呀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 怎么可能不还 对不对 现在人各个都想出名 各个都来直播 意思就是 出名才可以直播 直播就是为了出名吗 对每个人见解不一样 你喜欢每个人任何事情 你喜欢就去做 不喜欢就不做 而且您只看直播 您喜欢就看 不看就不喜欢就不看 对不对 每个人都可以直播 不是说您非要 要出名再去直播 对不对 这个都是自由的 这个都是自由的 不管是直播 还是看直播 都是自由的 对吗 不用还 不用还 怎么可能啊 女生相识最简单 不行 不可以 这肯定不行 对不对 家人们 你不能说因为欠为人的钱 你才去给人家结婚 对不对 你肯定不能这样子 如果说我要跟他结婚 我得把钱还清了 我再跟他结婚 富哥喜欢你 你也喜欢富哥 你俩在意 我还以为富哥来了 我还以为富哥来了 来了两个人 从那里走过去了 富哥是你爸救了 他爸的那个儿子吗 我刚刚说订婚的那个 就是你说的那个儿子 但是富哥是富哥 你直播富哥给你刷礼物 我不要求任何人给我刷礼物 家人们 因为我也不会说 让大家来给我刷礼物什么的 我只希望大家 我只希望我认识的人越多 我不希望大家任何一个人 来给我刷什么礼物 因为大家挣钱都不容易 对不对 大家挣钱都不容易 你钱要用在刀刃上 这句话 钱要用在刀刃上 而不是去给谁谁谁刷 你支持他 喜欢他 你点点关注 点点赞 就很好了 你就不用说什么 我一定要给你刷个这个那个的 对不对 抖音改变了我 改变了我 对我认识的人越来越多了 确实改变了我 谢谢大家点的关注 就这个地方 帮你点点关注 直播是忘了什么 嗯 对 然后你们也可以 半斤之挂一个那个 粉丝团 挂一个粉丝团 好不好 对挂一个粉丝团 谢谢财哥哥 谢谢用户 2066名 9点了 9点了 家门 怎么办 你们说 9点了 你爸救了他 爸咋还欠他 还欠 你说的那个人 是我刚刚说订婚的那个人 富哥是富哥 你们不要搞错了 家人们 富哥是富哥 富哥他叫富强 文哥他叫胡文问 是这是两个人 咱嘛 这是两个人 我又想让他下来 跟大家一起 嗯 那个 我又想让他下来 跟大家一起 说说话 因为 因为好久 大家都好久都没有 看到 看到他了 对不对 家人们 是不是 家人们 你们也很想让他来跟大家一起聊聊天 对不对 对的打个对 想让富哥来聊聊天 对不对 对的打个对 所以我就 对 所以我也想 我也想让他来 然后给大家一起聊聊天 然后说说话 可是 可是 可是他 电话没接 消息也没回来 我这样啊 我家人们 我再给他 打一个 如果说 没接 我就上去看一看 我怕等一下 他喝太多了 生意人照顾 生意为重 对 他在应酬 在跟他朋友一起吃饭 对 你们觉得 可能是喝多了 还是说电话禁音了 觉得是喝多了的 可不可一 电话禁音了的 可不可二 你们认为 酒店差不多了 是不是 我打个 两种都有可能 这样禁音了吧 应该是禁音的 我也觉得 我也觉得 轻音了 喝多了的话 肯定 会不会喝多了 已经把他送回房间 休息了 可能单纯是不想你 你是知道情况再说 还是不知道情况再说 怎么都不可能 那么就不看一下手机 那有可能是喝多了 我打个电话 我打一下 我试一下 试一下他接不接 没接啊 这地方豪华的嘛 酒店装修肯定会豪华的呀 你帮我点点赞好不好 第二门 帮我点点赞 我打他另一个电话试一下哈 您好 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限接新 请您稍后再拨 你帮我点点赞 然后我打另一个试一下 他有两个号码 对 现在十一万九千赞 我们一起把它 把它点到那个 点到那个十五万好不好 一起点一下 我们直播间一千五百个人 有五百个人 同时点的话 可以帮我点到一十五万 可以吗 家人们 谢谢我的姐姐和阿姨们 谢谢你们 还有谢谢叔叔们 谢谢 对 帮我点一下 然后我找他的那个号码 他的那个号码 大家试一下 打那个 打那个 应该也 等一下啊 我再试试 等一下呢 我先试一下另外一个号码 还是 这个就没有宁身 他这个就没有宁身 我先试一下 你 我先试一下 就有点 然后 谢谢观看